萬聖節就來了 這次為大家示範日妝轉Halloween妝 這個妝要保護整天 所以底層的保濕一定要做足 底霜用了Makiash最新的BB Base 可以令皮膚提亮一點 粉底用Lancum BB Cushion 因為方便之後補妝 眉毛首先用Ipsa的眉粉填滿胸膚 再用Make Up Forever的眉筆 勾滑輪廓 這次的重點就是眼妝 所以首先塗上Eye Primer 令到之後的顏色更加突出 眼影選了Chanel的秋冬四色眼影盤 首先選淺啡色那一格 勾滑眼摩輪廓 這樣眼睛看上去就會比較立體 之後用Chanel的眼影膏 用它附送的掃 輕輕在眼尾開始 向眼頭那邊塗上去 它的質地有點絲絨感 所以大家要給多一點耐性 擦開它 之後就用今年秋冬最流行的紅色 在眼尾上 輕輕點上 再點一點在下眼尾 令充滿秋意的紅眼妝更突出 之後就要用非常防水 防脫妝的眼線液 畫出一條粗的眼線 這支Ico眼線也蠻滑的 好像Marker那樣想吃 想眼睫毛 保持著整天那麼囂 一定要塗Base MJ這一支Base 真的超級好用 已經瘋狂扣入了很多支 想要簽長的眼睫毛 就要用Too Cool For School這一支 即使塗下眼睫毛 它也不會有蟑螂腳 哎呀! 漏了塗Highlight 用帶珠光的蝦肉色 可以令眼神更加Bling Bling 日妝的胭脂最重要 就有白淚透紅的感覺 YSL這個胭脂還有很香的蜜桃味 為了拍照更加好看 一定要塗一點點陰影 NARS這一支陰影素是變身的 所以可以把陰影塗得很細緻 唇膏就有今期我最愛的 YSL Vital Cream 407號色是我覺得整個collection最漂亮的 已經推薦了給很多朋友 日妝就大公告成了 今年曼星期是星期一 所以一到下班時間 就要立即轉夜妝了 用同一盒眼影 在眼尾上加強紅色的感覺 用源頭的眼影素 可以令顏色更加實色 用cushion 蓋上一點唇膏 然後用sun and part的走紅色唇膏 輕輕點在唇中間 再用手指慢慢擦開 因為它也比較難擦開 所以你就要分幾次慢慢點照 再擦開 再點照 再擦開 我也是無意發現原來咬唇妝 是有一陣靈異感的 最後就貼照 紋身貼紙 首先選好你的蜘蛛圖案 然後就貼上臉上 再用化妝棉 當白色的紙濕透之後 你一拉開就完成了 我又有點貼歪了 不過你們應該會貼得更加好的 相信有很多臨急好發覺的朋友想買這個紋身貼紙 留言告訴我你想試哪個化妝品 那就有機會獲得了 掰掰 馬西地發了